那你们去哪儿了 我先说 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成上成队 就我一个担心者 就我一个担心者 早知道这样 我还不愿意反派呢 你本来就是反派呀 我杰富济贫 我是个好人好吗 我杰富济贫 那你不许说人家宁宣 半岸谈恋两部 世界爱情双丰收 你也学着点什么 我一拍 对啊 我一直跟着他 然后一直他就不停地跟我 唠叨唠叨唠叨 听到我头都大 那该谈恋爱的 去忙事业了 该评手他案的 去谈恋爱了 还有一个人专门在找我 那我怎么办 我不得看他案子 怎么办 你是女女轩 那一点无所谓吧 行吗 来试试我这个 一句话不超过十个字 我 然后最多的就是侯爷 侯爷 多有层 就是 请你啊 好严格 请你 好严格 好严格 坐下吧 你 坐下吧 金曼在这里面死了多少次 也没死成 又跳崖 又落水 被劫持就被劫持了 有三四五六七八四 最主要的就是 每一次我要去救他 人家本来好好的 我也去救他人家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你一个生师 也想当大爱情的生日式的 好土的土味 真怪呀 为什么每次我去找小妹 去约会的时候 侯爷为什么每次都知道 没一次 元朗出现的时候都特别莫名其妙 突然间出现 然后我见到他第一句话 永远都是 干大 你又来了 小妹你也在这里啊 哇好巧啊 你还好意思了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是不懂 水娘子为什么会喜欢鬼白 要钱没有 要我都没有 除了有一张脸 不是 什么叫要钱没钱 我花六百两年 给你买了房子 你说我没有钱 谁的钱呀那是 好吧 哈哈哈 不许我 行啊 你一个个残琴是外的 你看陶思维 从头到尾 都喜欢聂丧鱼 好家伙 最后还是个讲远 金曼在这里的演技不错啊 对啊 可能你的脑子 心思都花在了 我妹妹身上吗 哎呦 没有事 我 我听明怎么都 陪不上你了 你看我流这么多眼泪 你陪我 你陪我